順便補充一下 像有些資料 像月份呢 1到12這個絕對不會改變的 所以有的時候 甚至你可以不需要額外再多一個工作表放 你可以怎麼做呢 像月份如果固定的話 除了剛剛的那個做法之外 還有第二個做法 就是從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呢 你可以改成清單 那我剛剛教的是用按F3去取得月對不對 這個方法之外 還有第二種方法 如果將來你的資料 比如說男女 他就兩個選項 你就寫固定就好 你不需要額外再一個範圍 那要怎麼樣把我們的資料給他 記一下 1-2-3-4 我切一下 1-2-3-4 就是中間加豆頂就對了 全部把它Key上去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往下拉 也是一樣可以 那這樣的方法就是 不需要額外多一個工作表一個範圍給他就好了 以後比較適用像什麼 男生女生嘛 男女你以後用選的就好了 另外的方式會比較方便一些些 好 那接下來請各位等一下做一件事 因為這已經做好了 所以你們怎樣呢 可以把裡面用常用裡面的一個橡皮擦 常用裡面有一個清除 把這個範圍裡面的東西把它全部清除好了 這個是一個參考 因為我想我們直接用完成檔來看 看到結果做出一樣的 這樣會比較有感覺 OK 全部清除之後的話 特別是清除裡面還分成 有沒有 好多種 裡面其實除了可以放格式 內容 註解 超連結 所以如果全部清除的話 清除掉格式 內容 這些都清除掉 那清除掉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做幾個練習 什麼練習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在這邊3到8 假設我今天3到8 把它清除掉之後 好多久